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甲生甲絮丁亥任寅 这个提问者是说 他的这个木 他丁任寅 寅亥 他有一个丁任合 寅亥合 这样子能不能画木 他这个八字的木太多了 可不可以把他制掉 他怎么会有这一种的一个想法 因为毕竟传统学里面 他所讲的是一个中庸之道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木很多 又有核化的这一种的特质的时候 我的木是不是太多了 是不是要把他稍微制一制 才有才会变好 这个是传统学的一个概念 但是在五行派来讲 五行派的实际批论 根本不看这种东西 五行派所看的是五行流通后的一种特质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一个八字 天干的一个部分 为壬水申甲木 地支隐亥一合 所以 土申金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你看 他假如没有这个甲木在的时候 壬水会直接克杀丁火 这样子会造成日主受克 他所有的官运 财运的部分 可能都很差 他的地支 因为银亥一合消失了以后 土申金 其实 也没有没有木的事 你知道吗 各位 地支是完全没有木的事 天干反而因为有木 他才会变好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要把木制掉 所以 我们就会了解 就是说 很多的时候 状况 都不是像各位所想的 一定要什么中庸之道 而是排列组合就很漂亮 其实 来讲 他的官运的好 是因为有甲木 他地支 其实跟银木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的地支 出现了木 反而 各位 土申金 克木 另外一个卯旭合 所以他地支出现木 反而不好 会造成 应运受伤 不然就是他的一个食伤运 会不见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其实 并不是要有志无志 而是五行流通后的情况 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看的是五行流通后的情况 然后就常讲的多变少 就不好 少变多 他就会变好 所以 各位 他的这个八字 其实走的很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为什么 因为 任水生甲木 甲木保护了丁火 地支土生金 财运也很好 地支财运也很好 假如说 他说他的木太旺 这时候是不是又要讲说 升强升弱 其实你会发现到 其实不见得会那样走 不见得 各位 他讲升强升弱 他木太多 他变升强 他变升强的一个情况下 他要克线 对不对 他要克线 请问他克线 他要走什么 走水 走水 要看走哪里 对不对 他这个走水运不会太差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升强要认财官 而是 只要有这个木 水生木 他的 他的一个 你看 他就是有少变多的一个情况 都不会不错 地支 土生金来生水也很好 你说 认财 天干 你看他走财 认水生甲木克戊土 走不动 甲己一合也走不动 那个是食伤 刚刚我们讲的 食伤也是要克线 再来他假如是走金 我们会知道 金生水生木很好 所以他走财也可以 走官 也算可以 可是食伤可以克线的这个部分 他就不行了 那一样 地支 都是一样的看法 走水很好 走金也很好 走土也很好 怎么会变成这样 本来天干地支 就是看他的排列组合而已 要不要解 他只是看排列组合 而不是什么生强生木 的一个状况下去而定 所以各位 五行派在讲的 并不是中庸之道 不是什么 要 什么格局 他所讲的 就是一个五行流通 五行流通只要正确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他就是一个 这个基本概念而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